從鬼門關前走一回 85歲的陳老先生急忙向一時道謝 因為某天上午7點 他才剛吃完早餐 想說休息一下 沒想到一個小時後 勞翁突然大叫一聲 呈現呆滯毫無意識 家人緊急送醫 過程還陷入昏迷 患者到急診時已經沒有意識 醫師警覺是腦部出現異狀 檢查後發現是罕見的 肌底動脈阻塞 造成的急性腦中風 血管攝影檢查 發現在肌底動脈有嚴重疾塞 那啟動血栓溶解剂治療 及動脈血栓素治療後 成功的將血管打通 如果沒有打通的情況之下 病人有可能會長期臥床 突然間的意識變化 太突然了 這種就是要懷疑 腦部血管的病變 那這種要搶時間 超過黃金治療三小時以上的 癒後就會相當的 就沒有這麼理想了 一般急性腦中風 除了典型的眼歪嘴斜 單側無力 以及口齒不清 如果像是陳老先生這樣 突然出現意識轉變的 非典型症狀 就要提高警覺 大愛新聞台北報導 中秋連假正式結束了 好 好